成慧多地狱 成慧什么 怨恨的人的心 都是属于成慧 供高傲慢 也是属于成慧 成慧里头的一分 全是地狱的业因 你何苦呢 你学佛 学佛不多地狱 连念佛人都多地狱 这一桩事情 我在讲习当中 跟诸位也讲过多次 也都常常提醒大家 我看什么东西看到了 慈云灌顶法死 乾清乾隆时候的人 这位大德真了不起 通宗通教 邪密圆容 你看 日本万字虚葬里面 收藏他的著作有20多种 他的著作总共大概将近50种 著作登神 住的好 早年我讲 《楞严经》 参考他老人家的主题 他有一个分量不太多的 是《楞严经》里的 大师智菩萨 云通章 苏超 是他做的 念佛云通章文字不多 只有两百四十四个字 他的苏超是一大本的 住姐 住得好 最后一页 底下最后一页 他说出 念佛一半种古报 头一句就是 阿比地狱 那个时候我在学尖教 我就拿着这个本子去建立老师 不是老师 念佛怎么样不好 也不至于躲地狱吧 怎么头一个句 就是念佛躲地狱呢 老师一看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大问题 我不跟你一个人讲 讲经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成会没有断了 念佛还发脾气啊 有没有这种人 有 我想很多同学都见过 念佛人发脾气 成会先没有断了 有嫉妒有障碍 有活报脾气 这我们才完全明了了 他一般个国报 最后一个是上上平和人 装饭 听 一个人